中华路上豆兰桥是连接花莲市还有捷安乡之间的重要道路 每到上下班的尖峰时刻都挤满车潮 而在15号下午3点左右就有一名20岁的零性驾驶开着小货车 为了避开同向转弯车辆 在超车后却突然重心不稳 整辆车瞬间失控翻覆 还差点波及到一旁的路人 场面相当惊险 小货车横躺路面吊车出动 协助调离现场 路边一辆吉普车侧边车窗玻璃都已经碎裂 车门也挂坏 回想事发当下巨大的撞击声响 让附近民众也吓了一大跳 看到邦医生来他就翻过来了 很大声 是不是撞到路边那台 对对对 他翻了以后 他翻过来以后 然后我才看到那台车猫了 我就知道他是 画面清楚拍到小货车原本行驶在内侧车道 车身突然左右摇晃 之后失控撞上了路边停车 车辆侧翻 前方一辆步行的男子 差点被波及 疑似因驾驶过程中操作不慎 导致车辆重心不稳 进而翻覆 并插撞停放路旁之自小客车 未造成其他用路人受伤 可能因为听到声响 男子小跑步快步往前 幸运躲过一劫 驾驶九侧只为零 疑似因为驾驶操作不慎 车辆重心不稳 插撞路边停车后 又险些伤及路人 肇事原因还要再厘清 但无人伤亡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者综合报导